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明明 你这是什么剑法 什么时候 绝也 寒雪 玄节武器 确实是把好剑 以后你就跟着我吧 这回比赛赢的几率就更大了 是时候会宗门了 终于回来了 杨师兄好强啊 杨顶确也在 这么强 四百九十七 四百九十八 四百九十九 五百 二级普通妖和六百一十三颗 霸主妖和二十一颗 总价值八千七百三十三个功劳点 好强啊 杨师兄万门第一 所向无敌啊 安静 杨顶军累计十万三千五百三十三功劳点 恭喜师兄 修炼玄机功法 用不了多久 就能踏入仙天境 成为内门弟子了 哇 谁啊这是 是那个黄天 你就是黄天 你就是杨顶军 小子 没人教你礼数吗 师兄如何问 我便如何答 麻烦师兄让一让 哼 这么大一个包 看起来收获泼风啊 不会都是些破烂吧 等会看看不就知道了 好 我就看看最近的后期织绣 到底有什么能耐 师妹 我又来了 这一包全是腰盒吗 差不多吧 我给你拿出来 哟 这么一小包 也就一百来个吧 又拿出了一包 这 这么多 师妹 差不多就这些了 有劳了 黄师兄你说过不少嘛 居然有整整十代 怎么可能 其实也不算很多 但是比某些人 确实多上一些 你说什么 师兄息怒 说不定都是些低级 我们先看看 二十四 三十二 不会吧 这么多 四十八 二级霸主的妖盒也有很多 五十八 二级霸主妖盒有 一百三十九颗 这么多 厉害啊 哇 这比杨师兄多太多了 估计超越杨师兄 是 是迟早的事 黄师兄你真厉害 总共一千四百四十五颗 合计两万四千三百二十九功劳点 麻烦换成金币吧 你不攒着学习功法吗 功法的事情我已经搞定了 这样啊 那我给你拿一张金票 请收好 多谢 那我先走了 黄天 黄天 你给我站住 这么多妖盒 我不信是你自己弄到的 说 你使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 黄天 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明白 有什么好说的 你接受不了别人超过你吗 你说什么 给我 回来 来啊 垂阳功不愧是可以和仙天宫相比的黄金上品功法 内力果然皇后 你居然能扛住我一张 下面这一拳 看你顶不顶得住 杨鼎君 功劳殿是你撒野的地方吗 黄天 怎么走着瞧 看谁笑到最后 我一定要让你 为此付出代价 石头 小童子 我回来了 黄天师兄 最近怎么样 有没有想我呀 想 当然想了 师兄 一路上有意思的事情肯定不少吧 走 咱们进屋说 跟原来一样 还是自己的屋子好啊 听说你在功劳殿上 接下了杨鼎君一掌 师兄 现在好多弟子 都把你当成是外门几巨头之一了 是吗 是的 天哥 你这头发 嗯 也该打理一下了 且慢 李凡封肉 李凡尔可是我的强项 你这头发 原来就是我 很厉害 跟你说 黄沟那只春日茶 散发不换带深歌路上 无解少年心轻狂 为剑扫发黄 吹别故乡 一波假痕难忘 借入我心蝙蝠去求奔霜 小痴狂却肩无自成狼 并非轻云之伤 追风旧剑 剑短碌碌轻狂 烈火奋天 天笑望日月长 是风去 沾望身 且渡望 住酒亭不闻 谁长 乃从头 看见你苍穹 争破浮云天光 幸福 100人 年纪南 未经许可,不得不得担心 争利